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能不能越来越毛 这是精改能解决的问题吗 我想未必 现在的趋势至少是共产党印钞票的积极性 丝毫不比美国人差 所以我们永远注意到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越来越毛 所以老百姓最后还是想来想去买房子最可靠 所以11月份全国房产均价上涨 首先四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二十 一个月上涨比百分之二十很吓人 那您说未来现在好多人就是说将来房价可能会跌 甚至原来传说李嘉诚最聪明 李嘉诚都跑了 然后说香港也是在说这个事 在香港就是说买房子等一等 这个措施 香港房价已经下来了 已经开始在下来 但是前两天我跟几个香港人在聊 他们就说一个体会 就甭管你们经济学家怎么说 包括我自己我有这个体会 我这一辈子所有的资金投向都失败了 对吧 但是最后我发现了 只有我身处的这个房子 是我这辈子唯一升值的东西 那你这又是一种很朴素的真理 对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一辈子还远远远远没有完 对对对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有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房子的人 要不要把那第三第四套房子卖掉的问题 就是 那要不要 要不要呢 我建议不要 你要知道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都说中国的房地产要发生崩溃 我不赞成 我认为不会发生崩溃 那这个是可以讨论 因为是崩溃的人 他最近准备办一个学校 说这个学校专门培养得诺贝尔奖的 就是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从整个趋势来讲 因为一旦房地产发生崩溃 中国是很难承受它产生的社会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是说政府不允许它 那当然 所以中国政府目前来讲 调控能力还是足够强 所以比较明智的做法是 作为政府来讲 就是钞票稍微应得少一点 不要那么多 有的地方已经崩溃了 温老师 像鄂尔多斯 温州 温州 就是他 比如说他以前楼盘 每平方米十万 现在五万 二手房 你跌价跌百分之五十 都卖不出去 康巴士 所以就是你比如说文韬 你刚才说你现在投资到现在为止 房地产都赚钱的 没错 那是因为上涨周期还没有结束 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周期 上涨不下跌的 所以我劝你 虽然你现在房地产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益 劝你向李嘉诚学一学 如果太多的房地产的话 是综合配置 去买一点什么美元 买一点其他 趁着人民币再升值 买点美元 买点其他的东西 做一个综合配置 这样万一有一天 假设很不幸房价下跌了 房价是会下跌的 不是满盘结束 不是满盘结束 起码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 这叫portfolio 叫投资组合 每个人现在中国人都应该考虑 我看这两天 周餐以上 这两天任志强又说了 说房地产没泡沫 房地产没泡沫 老任的说法是这样子的 这个说法 其实我以前我也同意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就为什么说 我说你如果在北京 在香港买房子 我不建议你泡 为什么呢 尤其在市中心的地方 你不要泡 中心城区 这些地方像北京 我们常住人口三千万 然后这个外面越越遇事 想要到北京豪金的 还有说不定 还有两三千万 一个首都聚集了全国的 这个十二分之一的人口 然后所有的钱 有点钱就砸到北京来买房子 你如果在北京有房子 所以可以放着 而且所有的一切力保北京 就是说你北京空气差了 河北钢铁砸一砸 把你的钢厂给关掉 80%你没有还评过的 那么北京的空气就好了 它的房地产升值的前景就更大 所以像这些大城市不会有问题 而且尤其很多人说 海南有泡沫 海南有问题 我说海南也没问题 很多人把现在的海南 跟93年的海南比 说当日泡沫崩溃过一次了 现在也会崩溃 也不会崩溃 因为现在的海南 基本上80%是外地人买房子 而且是外地富人 就是没借钱的 叫东北省三崖市 对 说了一点也没错 就是你满耳朵听到的都是东北话 东北的富人一半的钱砸在那了 四野再次南下 所以在这种时候 你想啊 如果说三亚房价下跌了 这些东北的四野军们怎么办呢 因为他都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死猪不怕开水 我捏在手里 我传给我的子孙后代 这个房子 他不会说 我马上把房子抛掉 因为我要还银行钱 美国就是这样子的 美国是因为我这个首付 一分钱也没付 所以我必须这个房子要抛掉它 然后越跌 它越跑 越跌越跑 然后我要 对 我要变 我要还银行钱 如果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是它的房地产 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它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借贷的 那个地方都是泡沫很少 然后基本上是富于人情 拒之的地方 像你这样真金白银拿出去 砸出去 一千万花 买房子了 那有什么泡沫 泡沫都在穷人手里 就在防暗介所上 美国不就这样闹出来了吗 您说这个美国 我再把这个话题岔开一个 这次我听他们讲 就说还有一个企业改 企业国企的改革 虽然我也看不懂 有什么混合所有制了 又提出来了 但是我看懂一个事 说呀 这有点是借鉴了新加坡的淡马锡的模式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新加坡淡马锡的 淡马锡模式就是高效率的国有企业投资 因为淡马锡它是这个 淡马锡公司就是新加坡国家投资公司 相当于我们的中金公司 它是非常高端 因为我认识淡马锡的人 他们都是效率非常高的投资配置 回报很高 所以他们的高管薪水也非常高 对吧 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中国根本远远谈不到 像淡马锡学习 首先中国的国有企业的领导的任免制度就有问题 他不是说真正是全球招聘 也招聘过 海贵回来到了国企就不行就回去了 根本待不住的 因为中国是个官场 对 中国是个官场 中国的国企是个官场 所以它也充满权力斗争 很多人的精力都不是搞得了经营企业 搞得了保位置或是抢位置 所以必须要 现在18届上中要提出来 但是国企改革是个老大的问题 也讲了二三四年了 必须要有更大力度的 那么现在也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敢不敢更大幅度的来推进一轮 国退民进 就国有资本的退出 就国有资本将来接种到国有资本应该的 像航天航母或者卫星 军工这些国际民生的 因为这个十五大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国有企业就不应该搞什么房地产开发了 你就与民争利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房地产有水那么大 水平发期啊 对啊 它央企现在有的退出的后悔死了 说你看我们现在主业那么亏 如果当初做房地产的话 不知道赚多少钱了 是是是 所以啊 对啊 就是那个淡马锡的模式 其实是刚才温老师说是对的 是一种市场化的模式 也就是说它微观是放开的 你完全按照市场来运作 然后呢 你政府来进行资产管理公司 就假设 我就这么假设吧 文涛啊 我们建立一家公司 比如说文化咨询公司 文化公司做得非常好 很赚钱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的控股 我们的相对控股股东 我跟你百分之三十 各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但是呢 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它这个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家公司 表面上是我们俩在做 在经营 微观上很市场化 但事实上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 因为百分之四十的股权是它的 所以如果说以后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国有企业 都会变成这样的话 那么你就会看到 就是我们国家国有层面 来进行资金的控制 来进行控股 然后呢 微观这一块 让职业经理人来做 我就彻底放开 我让职业经理人来做 最近我看了上海 上海表面上是中国最最发达的 这个经济大城市 但是它是国企重镇 上海有很多很多国企 上海是强势政府 强势政府 强势国企 然后它最近搞了个国企改革 我看了看 只有那个 它分成三类 我觉得那个方案真的有点问题 说真的 这个我现在在北 在北京说上海坏话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在北京说就没问题 然后它只有那个竞争类是稍微好一点 它说竞争类底下是用职业经理人制作的 也就是说我政府只是来稍微控制一下 但是你具体的运作 我彻底市场化 那种让职业经理人来做 只有竞争类这一块好一点 其他的那些改革 要实现温老师说的国退民进 非常困难 而且我觉得 那很简单 我的方案也很简单 首先石油能源行业开放 为什么民营资本不能开炼油厂 为什么民营资本不能从事进出口石油的贸易生意 为什么民营资本不能开加油站 你开放以后 我相信中国油品质量一定会更好 油的价格也会下来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它其实是加油站是可以让你开的 炼油厂也是有 像三东地炼是很有名的 它都让你开 但是有一点 它就是在源头这一块 原油的供应 你们国内的原油 当然都是两桶油的 然后国外的进口权是它 就是我如果是炼油厂 原油进出口权应该放开 现在不是进出口权都在放开 你原油为什么就不能放开 因为它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脉的 重要的军事物资 所以它到最后你发觉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 不是理由 为什么呢 美国的洛克希拉公司是适应企业 咱可以做导弹 做战斗机 军队该管的地方管住不就完了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刚才说弹马锡 我们的弹马锡模式 做的好 当然就弹马锡模式 做的不好就要重视油重视化模式 你比如说像弹马锡模式 有两个东西 我们是模仿不了的 第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城市国家 就它很小 容易 就它面对的就是说 它面对的就是全球各个 干点什么谁都看得见 对啊 就是啊 你要是在国内 什么鸡脚干辣的地方 你干点事 谁也不知道 我跟你说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面对的是国际竞争市场压力 它只有放开 它这个国家才能生存 它这个公司才能生存 像我们这样不放开的话 它光是国内市场 它也过得很好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很有趣的现象 在通讯行业 你也没注意到 互联网公司没有国有企业 为什么 为什么 而且互联网企业人家做的很大 那亚平那个机客 松手门失败了 对啊 那算国有的 算国有的 人民网 对啊 这为什么 亚平 人民网 惨败 那就是因为互联网国是充分市场化 而且是充分参与国际竞争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 对 但是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就本来市场化的地方 你看啊 这是上海说 它什么行业 除了低端制造 低端服务 它啥行业都能做国企 对啊 那么面覆盖非常广 我特别担心的是 你比如说 刚才您说的IT行业 互联网行业 现在都是民 这个做的特别好 然后有市场竞争力 如果说国子 以后成立几家 很多家国有资产控股公司 我看你做的很好 我看你不顺眼 你赚那么多钱 那怎么办呢 国有资产控股公司 我来相对控股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完蛋了 我跟你说 这段时间 那就变成政府了 没错 我就觉得 刚才我还跟老师讲 我就说 我见过一些合约 一个中国式的国企 这个合约有一个特色 他比如咱合约里都有一个不可抗力条款 对 中国的一些企业的合同 你注意到 他不可抗力条款里有一条 叫上级指令 这个我觉得你要是在香港 或者在西方社会 你这个不可抗力 来自于就是说 咱们这合作 别的都是 上级要是指令 说咱别弄了 那咱们就互相都不赔 那就完了 你想想看 那上级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心情不好了 早上睡觉 醒过来 一拍脑袋 他们不准你做 怎么办 所以咱们头上 其实时时刻刻顶这个 上级指令在那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而且还有一个最近的话题 就是你们刚才讲这个货币 这个金融改革 咱们现在就是说钱 如何防止它越来越毛 你说还可以分散投资 什么买美元什么的 现在还有人买比特币 你说这个比特币 我觉得真有意思 我看了很多 也听了很多 我找到了一个声称 我说说 他是唯一就说 我用人话能给你解释清楚 这个比特币的 好 我跟你说 他这个就是 他的人话就是说 比特币的本质 其实就是一堆复杂 他算法所生成的特解 特解是指方程族 所能得到的 无限个解当中的一组 而每一个特解 都能解开方程 并且是唯一的 这是人话吗 这个我觉得 我到今天也没能明白 这是什么呢 我是这样 我是三个礼拜前 在那个中关村 关帝庙 很有意思 中关村的关帝庙 是个会所 中关村关帝庙 听了一个比特币的讲座 当时的比特币 比价是一比两百美元 没想到这个三个礼拜内 一下子穿到一千美元 最近又跌到大概五百多美元 而且太复杂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说比特币还跟一个词 我说这还是挖煤吗 说挖矿 什么 这叫挖矿机 这叫挖矿机 我还以为是挖什么贵重金属 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机器啊 可以挖出比特币的 我知道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完全不懂 就这样子啊 我们用人话 听着懂的话来说 其实这是一组 这个密码 是密码学里边的东西 就是你还记得 那个在风生这个电视剧里边 那个数学家解密码吗 对 他解出来这个答案是唯一的 然后呢 你唯一了之后 你运算之后 你得出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一个比特币 一共有多少个这个答案呢 多少个密码组呢 2100万个 就是你挖到头了 2100万个 这是一个密码学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要用挖矿机来挖呢 是因为他运算很快 挖矿机就是计算机是吗 对 就就不停 那他为什么叫挖矿呢 因为挖比特币的矿啊 挖金矿啊 这个形象的说法 对 不过我认为啊 尽管现在中国政府和央行 打压比特币 对啊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比特币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货币改革的一朵乌云 一只黑鲜鹅 一只黑铁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因为听了讲就知道 就是你只要拥有一块钱比特币 对 你就可以拿到比特币的总账本 就全世界比特币的交易 你都可以知道 就可以查 这里面就有某种公开性啊 透明程度啊 或者是双方的认同 当然这个比特币的制度中间还会有一些缺陷 但是我相信这种没有政府 没有中心 而是被社会认同的这种教育模式 是将来有很可能成为大破现在美国人垄断 货币定价权的一个至少一线希望和一朵乌云 这是我的希望啊 就是说他们有人说这个这个炒作比特币 本质上跟炒作什么黄金什么的也没什么两样 应该是 没有两样 是这样 我稍微上次稍微研究过关注过一点啊 就是说他用这个比特币 然后我挖矿 比如说我挖到一个比特币 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呢 刚才是温老师说的 能不能代替现有的纸币 你比如说我挖到一个比特币了 然后我就不要纸币了 你给我人民币也不要 你给我美元也不要 我就要比特币 你先告诉我什么叫挖到一个比特币呢 就是说你不用也可以不用花钱买比特币 你挖挖挖就能挖出一个了 刚才那些挖矿机都挖挖矿的 就挖出比特币的 我通过不断的运算 有可能一天挖出一个 以后会越来越难 一开始还稍微容易一点 一天有可能挖出一个 两天挖出一枚比特币来 是能够挖出来的 那么这是一种赚钱方式 我听说他的一个创始人 是一个叫钟本聪的人 对 这个钟本聪 说他消失了 在网络上消失了 云三雾造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 然后有人估计钟本聪 掌握着90万个比特币 不得了 说万一他要是抛出来 就根本就大跌了 就大跌了 你们的比特币 我这个 汪老师我反驳你一下 你对比特币太有信心了 太看好 比特币事实上是一个货币无政府主义 是 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我在家里我就能挖出货币来 我干嘛要这个你的人民币美元 对不对 我干嘛要你央行 我根本不要你央行发钞了 我在家里拿挖矿就行了 但是问题是你看到没有 你如果真拿着比特币 你会睡不着觉的 为什么呢 今天值一千两百美元了 我拿一枚比特币 我高兴 最低的时候几美分 然后我几美分的时候买进了 然后我一千两百美元 我真高兴的睡不着觉 然后他一跌一个礼拜 能够跌五百美元 又跌回五百美元了 这时候你又睡不着觉了 最多的时候一天跌到93% 对 就剩7%了 所以你拿着比特币 你说你能睡得着觉吗 就是 你发觉你今天兑美元是一万块钱 明天只能兑一千 后天只能兑三百 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觉了 历史上都发生过 玉金香 还有君子兰 都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比特币是个泡沫 对 是个泡沫 就是说你 他代替不了货币 我的愿望是 将来人们有没有可能 创造出一种 不受任何央行 不受任何政府控制 而被社会认同的一种货币 来打破现在美元的货币楼段 我是希望整个 是不是比特币当另大别了 对 这个温老师的想法 就是当时比特币建立的初衷 比特币建立初衷就是说 现在的央行太自私 他也不知道节制 对 所以我必须要用一种新的货币体制来取代他 最高限 但是他就他不会紧缩 他不会通胀 因为他到底 你挖到底了也就两千一百万个单位 所以他不会产生通胀 但是你发觉没有 他到最后还是跟美元挂钩的 为什么你这个新潮澎湃 因为他还是跟美元挂钩 今天一千美元了 明天三百美元了 这时候你才新潮澎湃 美元的购买力没有相差那么多 比特币的购买力 一天可以相差几倍 这就说明比特币是个泡沫 中国格外 我跟你说 中国人要投机 要炒作起来 我跟你说没底的 你比如说 我在中国 我在伦敦 比特币便宜 我买了比特币 我到中国的交易市场来卖给 因为中国比特币高 然后我是老板 我还借给你钱 我借给你一千万 你到伦敦去买比特币 然后万一比特币跌了 我跟你说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这比特币 看来还是不敢买 是吧 恭喜